随着跨境旅游的恢复 熬过疫情寒冬的本地背包旅社强势复苏 但高昂的租金和运营成本 将一些旅馆的入住价格推高了一倍 不过价格更昂贵的胶囊酒店 却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来看记者蔡可涵的报道 这家位于如切路的背包旅店 设有54个床位 这一周的预定几乎已满 游击周末可迎来不少东南亚各地的旅客 业者告诉记者 后疫情时代本地旅店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能提供低廉价位的越来越少 比较夸张的是一个床位涨到120% 我是觉得在新加坡旅游业住宿 需要不同城市的价格 所以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旅游市场 有一个长期的旅游业 业者估计在疫情期间 有一半的廉价酒店结束营业 目前剩下大约40家 而电屋的租金在过去两年涨了50% 进而推高了一些酒店的价格超过一倍 而近来廉价酒店市场也开始把传统的 背包旅馆和胶囊旅馆给区分开来 两者之间的价差可达两到三倍 位于桥南路的这间旅店有72个床位 和背包旅店不同的是 胶囊旅馆强调个人隐私和空间 一碗收费可达70元 业者指出这半年有近50%的住客 是来自韩国的旅客 是来自韩国的旅客